各位家庭觀眾 如果你們自己本身 經歷了一些不可思議的事件 或者你們有相片 甚至短片 拍到一些很詭異的事的話 歡迎你們上載到我們的Forum 剛才我們見到丘女士多麼慘痛 究竟她的好朋友會不會出來, 可以呢? 不如算數了, 真是學步步地說 良心發現, 幫她吧 現在馬上看看 在第二天, 除了丘女士之外 還有另一位女士出現 原來這位女士 就是丘女士幫她的那位 既然她來到, 大家都很想知道 是否因為她 而令丘女士中了降頭 不過跟她談過之後 這位女士只是承認丘女士幫過她 但對於降頭一試 她死口也說不知道 到底丘女士中降的疑魂 是否跟她有關 怎麼會這樣呢? 郭師傅見聞不出什麼頭緒 而且兩位女士 仍出現爭咬的情況 所以制止她們之後, 馬上開壇作法 郭師傅說 因為那位女士中的降太過惡毒 而且咬她的膳工 不僅僅被人試過法 而且數量不少 所以她連夜寫了很多專門用來 解緣攻降的降頭符 另外, 因為這樣做 即是代表向下降的人宣戰 在解降的時候 對方的降頭師都會知道 所以另外預備了一些鬥法用的符咒 而在做法事的時候 對方一定會有加強法力 到時候丘女士 一定會有很大的反應和痛楚 希望她有心理預備 為了法事能夠順利 所以司徒法政師傅 就要擔任護法 保護丘女士的安慰 說話不出所謂 對方的法師雖然加強法力 吹動降頭 不過司徒法政師傅 和各師傅都早有預備 有女士雖然痛到暈了 但是只是有機無險 經過一輪鬥法之後 對方的降頭師似乎知道 這次自己遇上高人, 自難而退 而有女士 都在沒有特別的情況發生 等她平靜下來之後 接下來就是要徹底 為她清除新順練的降頭語毒 我愛你, 凡事後有些工作 我愛你, 使後隱藏 請問你的行車到 所以這樣請問 開始, 開始… 開始… 假的, 請試走 死無貸, 固定做法 你看看 差這個 全部人在亞洲同學所接受 請你報警, 銀山碗, 電池 給你錢, 給你錢, 給你錢 好, 這盆的健座體, 高師傅 做完解降法事之後 郭師傅說休女士身上的降頭 已經完全驅除 不過由於她中了降一段日子 所以身體會比較虛弱 另外再給她一些靈符 叫她每天按時發了她作符水飲 喝完之後身體就會完全康復 雖然已經為休女士驅除不公幹 不過這件事就留下很多疑團 如果真的她這位朋友害她的話 他們之間到底有甚麼恩怨 如果不是這位女士害她的話 她又跟甚麼人結了這麼大的仇恨 賣相打至我, 要成為了 她就一個人破了 我會追問你 要求每個女士都一有一個人 我一直都沒有吧 那天他就不能結ув 我一直都沒有結束 但是我其實要結束 我還你要結束 因為我喜歡 但當我們叫他裝香給包工時 他很害怕,完全不願意上香 而且他說今晚會選擇跳樓自身 還有一刻… 剛才Jeff再拍一拍,叫他上香時 他簡直是擔心,擔心擔心 其實有一句說很簡單 生平不作虧心事,夜半敲門也不驚 如果我自己來看,裡面有很多 不過說真的,來這裡幫得到他就幫 幫不了我們出現 我第一次看到怎樣幫人解鋼 剛才看到郭老師鋪了符 原來他這一刻幫他解鋼 就是跟那位師傅鬥發 對,沒錯 他中間如何知道師傅認輸 為什麼呢? 如果對方師傅做的時間 他會用他的法來令受害者更加瘋狂 但如果我們可以在他最瘋狂的時間 能夠幫他安靜下來 其實已經是對方的樂覺法 已經受到影響 為什麼呢?當我們安定下來的時間 如果我們再還擊下去 可能他現在的事情發生在那位師身上 所以說… 沒錯 隔空、白空 所以說我們會知道對方在收緊手 還是怎樣的情況 因為那個受害者 受到的痛苦和各方面 他是分層次的 直接失控 甚至是跌倒或崩潰 他到哪個地步 如果他連崩潰都做出來 即是證明我們可能跟對方鬥的時間 就出了問題,不及對方來 但他可以安定的時間 就是我們的法力比他高了 可以收斂 可以收斂到 即是給一個形式的難 我們可以還擊過去 如果他要收手 他就安靜下來 所以我們會知道 而且有很多法器 除了符招,還有很多法器 不知道,可能剛才沒有說出來 我覺得還有很多法器 所以我們在程序上 我們都要有…譬如說有幫 譬如有一個主的壇 因為要搞清楚 我們有些師父,要尊重別人 郭師傅在那邊是一個師傅 神壇是他的,我們叫壇主 我們是一個外來人 我們不能去霸佔他的壇主 為之幫他做事 一定要尊重他 所以主位就由他那裡去做 你就在旁邊負做的角色 對,我就在旁邊 因為怎樣解釋 第一,這是禮貌上 因為別人才是正式的主壇 如果主壇通常做的事 一定是保護他第一 如果我去做的時候 就變成在禮上 以及各方面不適合規矩 所以我們會做一個護法 護法是一個嚴重或者重要的部位 或者不重要也很難說 因為當他全心存意在鬥的時間 很可能橫邊所以衍生的危險性 就在那裡出現 可能受害者發瘋拿刀 打完師傅 對,沒錯 對,你有遇到這件事 那他發瘋拿刀 捅死師傅會怎樣? 真是的 因為他控制不了,他自己控制不了 等於有些人打坐 也有師傅看著 不然很容易走火入魔 他在教你,而且沒有人在很重要 師傅在做,其實全心存意去做 他不能理會其他事,我們所謂的護法就是這樣 真是好像華仔 不過華仔,他瘋起來,他還在做 他不知真的拿手拿別的,他便會來 對方是借助他,去傷害他 所以我們有時護法一定要看清楚 第二,當他瘋的時候 我們可以跟他落缺的時間 我們將他壓制住 方便師傅跟他再做事 剛才你說的… 其實這是金鼎缺 在道家裡,其實有很多用途 亦是叫做壓軌、押軌、治軌 都有這個 有時我們做法事或之類 藉著天地的靈氣 我們黏著地上,我們都會有用 落降那件事呢 其實落降的時候是很短時間的 解降是否很長時間? 其實不是,落降未必是很短時間的 為什麼呢?可能七、七、四、十、九天 血降是嗎?七、七、四、十、九天 對,師傅每天七、四、十、九天 指令他的時間和唸皺做東西 他也很辛苦,你別人不辛苦 他也很忙,其實… 他害人的心也很強 其實降頭一件事,我們做了這麼久 其實降頭的師傅的念力 意志也很強 他比你強,他做的時候 他可以直接影響到 所以Bobbo說得很對 如果你的運氣很好 以及你的正能量很強 他又不是那麼容易做到你身邊 他不是那麼容易走過來 剛才山姐問了一個 我也很有興趣的問題 是 我們現在知道原來解降 也不一定是短時間 但其實… 落降不一定是短時間 剛才很快 但解降通常要花多久的時間 剛才很快 下一節回來 我們就繼續再談 中國人的傳統文化裡 很多時候在家裡都會安裝神位 但安裝神位其實很多事情都要小心 第一,你拿一個神像回來找一個位置放 不是一定要看著門口 就是為之標準的 就一定要放在家裡的財位 第二,在神台安裝神位的時間 神像一定要經過開崗 開崗的程序要找師傅做好所有的入葬 所謂入葬是一件事很重要 即是心肝脾肺神 要藏在神像裡才為之標準的 否則很容易,你開崗後沒有做這件事 第一,神像裡也沒有一個效能 畢上來說,又很容易惹了 另外的邪靈進入裡面 這件事大家一定要小心 如果你們都想得到 師徒師傅這份這麼精美的禮物 快點把你的聲明、地址 和聯絡方法寄到這個電郵地址上 就有機會得到 我們很想知道,原來下鋼是因人而異的 就是看下鋼有多毒 解鋼是否越毒的鋼就越難解 解鋼真的很大件事 第一,譬如一些很普通的 當然師傅容易做,對吧? 但譬如牽涉有情缸 或者這一類的東西就很難解鋼 因為你不知道師傅到底做了什麼 譬如他可以做一些針 或者做一些血 甚至像我們所說的,毛髮 甚至可以讀一些,用到穴經 你不知道他做了哪一種 有些事,我想問… 你不是穴經嗎? 我想問,我以為像打流感針一樣 防止這些鋼 對,防鋼 其實剛才你也提及過 其實你們演戲的 還有很多出埠,你們聽前輩說 譬如去到地方 第一,不要導致流程 男的就是這件事 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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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人也不要電得那麼厲害 你不知道對方做了什麼 第二方面來說,譬如三面的地方 真的不認識別人,很熱情給你食物 你不要胡亂來,喝東西吃 譬如讓你喝了 或者你騙走開後再給你 你不知道要做什麼 這不是防人,但你起碼做一個保障的自己 是,保障 保障自己 另外一些東西,譬如你自己有師傅 給互生的發泣 你會在袋子裡,也有時會有個警醒 譬如有人做,對你不利 你的心會怯著跳 你會感覺有些… 會感覺到 其實這幾樣東西 但是來說,真的有時候防不勝防 如果真的要去… 有心去搞你的時間 有時也會講彩數 但是就說,彩數不是好 就是被人抓到你,去搞你 但問題一樣,有時不用擔心那麼多 我覺得不是… 師傅說說而已 不是那麼容易,每個人都會落到你 也不是這樣 也不是每個師傅都那麼壞 總之就是自己先不要做錯事 做多點好事 對,最好的保護方法 剛才一開始,聽到山姐說 你一向都很留意 譬如你以前… 對,她很多,聽她說 我小時候太深入了腦海 所以我記得 你應該有很多故事可以告訴我們 其實… 是故事還是經歷 也有經歷 自己的經歷 有,故事也有 你知道小時候去星馬太登台 酒店都很簡陋 走一步,留在地板上 一聲很古老 其實很簡單 化妝品半人三斤進去廁所 廁所的東西都走出來 那些很多都已經很簡單 那豈不是很恐怖 對 都去廁所了 這些不奇怪 我曾經去的地方 連枕頭 早上都幫你排好就行 對 聽我沒… 有人在洗廁所 哪有聽過 電視機突然穿了 或者看得自己會轉台 對 像波子聲那些 都聽過 對,易燈的聲音 但地毯怎麼有聲音 對 很多很有趣 但如果一去到一些實物可以移動 就真的很明顯… 尤其是那些東西是你的 碰過你的唇膏 你碰不碰它 還拿不拿走 我好像有一次在菲律賓唱歌 睡覺的廁所鏡頭 有個手指在那裡印 突然怎麼有手指印 人家昨晚又錄了 是男的女的 很大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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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很多這些東西 陪我一起工作時 當地有助手 是 翌日睡醒後 就像毀撒地吵架 進了廁所去睡 被人搬進廁所 這些很多 其實你好像說得很沒問題 也有很多 其實… 見面了 見面了 我都覺得有廁所 可能是夢遊士 用科學一點點的 不是,那間酒店 有好幾間很有名的 很有名的 有一次他們全離開 每個人都不肯陪我 然後我就自己睡 但我自己睡也不錯 因為我不想那件事 其實我覺得心症可能邪難入 我其實也是熄了燈芬 沒有其他東西 我經常承認有人說話 有人哭 很多事情你越來越害怕 就會覺得有別的東西在 我覺得事實上是有的 只要你別管他,他不會管你 你相信有這件事 太明顯了 因為他發生了一些事 對 有一次做好事 是 某電視台 原來… 我們很晚地工作 公開的工作,就去洗手間 周圍的廠都關閉了 剩下我們自己的廠運作 我們的廠只有幾個演員 好像五時 我就去洗手間 很輕鬆,因為是時裝 在這裡吹口哨 然後吹一些古老歌、國語歌 晚上吹是大件事 對 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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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間我記得 糟了,半天三間窩吹吹 對… 說時遲那時快 前面已經看到整個影子飄了出來 好像是透明的,看不到甚麼 不過我知道是古裝的樣子 像菲林般大 但正常,哪有這麼大的頭 有一邊是玻璃窗 玻璃窗就反過那邊 我廁所門都沒有開過 我怎麼有人飄出來 然後… 因為你吹口哨 對,因為我有沒有什麼事 他出來逆你 又不怕,慢慢走到廠 嚇到你 我拿毛管凍了,我知道是有料到 我也是害怕的 但我後來也有去洗手間 經常開去 以後就不要再吹口哨 不要再唱歌 安靜一點 以後只吹一些他不懂的歌 因為你吹一些鼓 也不行,因為我們常常… 不能尿 但我老闆說 晚上半夜你不要吹 因為吹很容易 那些哨子會引到幽靈 會跟著你走 是… 就像風靈的聲音 差不多會這樣 但你口哨一樣 就像一種陰頻 會讓一些古怪的東西跟著你 所以你一說一說就死了 這次是大件事 我忘記了,我吹一吹一吹 突然記得我剛才太遲了 在前面 還好,很鎮定 是啊 假裝鎮定,但其實也有一點害怕 原來馬基對於這些東西 好像是很不認識的 我不是很認識的 但你自己有沒有發生過 很奇怪的事 我這麼不認識 我都遇過一些這樣的事 這是我自己的經歷 在說幾年前 我剛進去做DJ的時候 就是在電台發生的事 那馬上知道去哪裡 真的… 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的電台還在地牢 完全沒有窗 知道吧? 這樣就知道 聽過很多 很多人很舊 有沒有窗,很厲害… 對,其實我們同事之間 經常說這個問題 因為物不透風,沒有窗,沒有陽光 我第一次自己一個人 做一個三小時的音樂表演 很緊張,第一次做DJ 剛好幾年前 我排好四十多首歌曲 在箱子裡 是… 排好之後才想 我的電話放在外面 我先出去拿回 說的是十秒的事,來回 而且那時候是凌晨兩點 公司除了操作員工 就不會有其他人在 是 進去之後,全部的碟都亂了 但它亂得很有次序 可能把第一首歌票是第什麼那首 或者全部次序都錯了 因為我很細節 我寫好第一首是什麼 第二首是什麼 因為我很緊張,我想做好一點 我做了功課,全部都錯了 但它又歪了,很明顯都動過了 我回去完全呆了 為什麼會這樣 但沒有人的,公司是沒有人的 完全沒有人 一定十秒之內 只會走回來而已 一定不會有… 不用怕,這裡不是禮,是橫皮而已 對,我回答你 你根本純罪會容易哄的 對,我也是這樣跟自己說 當時很緊張 而且那間製作室 我們經常…前輩都說 那些東西很喜歡跟你玩 譬如這部機器明明應該響 又變成另一部電影 或者突然說了一句 我完全沒有錄過的東西出來 是… 也聽過 然後什麼都不管 趕時間就拿著那箱子離開 但幸好之後也沒有再遇過 你有沒有之後再回到那間火車 經常會覺得… 會看著它是否在這裡 有,真的有 我們去過那些房間… 我也會這樣想 因為我們的平板在這裡 後面也有空間 經常會眼尾掃一掃 看一看,看看有沒有東西飛過 也會有心理壓力在這裡 對… 但我也覺得像山姐那樣 他們跟你玩,可能你再遇上幾次 就像山姐那樣,挺淡然 現在我們… 也不是 之後… 自己吃吃東西,你吃不吃? 很害怕 但是有人來吃,他會害怕 之後如果是那些碟子 播出完全不知道什麼的聲音 但已經有點雜耳為上 算了,有時候我們會說 不要玩了,正經,做正經事 那他真的沒事了 就沒事了,對… 他已經可以做我們節目了 有一次在拍攝 到處找到不見那件事 其實那件事明明在這裡 突然不見了 有同事就說,不要玩了,拜託 拜託…趕著,趕著下班 不用叫,立刻在這裡 是 你可以相信,可以不相信 不知道是不是,沒所謂 也對,好像剛才節目一直說 其實我們沒有做… 沒有做過的事… 很欣賞,好像不在乎 對,好像很大膽 好像很厲害 太多 這樣…好像很厲害 這個聽得太多了,吃得太多了 好,今天我們的時間差不多了 今天非常感謝我們 謝謝… 感謝你… 感謝馬基,以及謝謝Bubo 下集再見跟你們見面 再見 拜拜